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刘头牧师 欢迎你收看跨越的人生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 不但我们面对恐怖分子的威胁 我们更面对极困难的经济危机 许多人心中充满了恐惧跟不安 因为不知道明天的世界将会如何改变 但事实上当你面对这个千变万化的环境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 不是每件事情都在改变 首先我们人基本的需求是不变 我们人还是需要吃饭 睡觉 上学 上班 结婚 生养儿女 这些需求从古至今没有改变 其次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没有改变 我们所信的神 祂仍坐在宝座上 昨日 今日 直到永远 没有改变 圣经就是神的话 也是永不改变 世代会过去 神的话却永远长存 第三 神对人的心意也没有改变 神仍然深爱世人 乐意赐下诸般的恩典给人 人只有回到神的里面 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 唯有当你抓住这些生命中的不变 你才能有智慧在这不断改变的环境当中 做正确的选择 第二 每个大环境的改变都带来新的机会 就好像911事件虽然是个悲剧 但911之后就为一个行业带来新的转机 那就是保全业 现在做保全工作是大赚齐钱了 换句话说 一个世界的崩溃 代表另外一个世界的兴起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时局而悲叹 反而应当抓住机会勇往直前 你就能在这动荡的世界当中掌握先机 愿上帝祝福你